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八號晚間抵達南韓首爾 預計討論的不外乎俄羅斯和北韓問題 北韓輸出武器給哈馬斯成了公開的秘密 從今年八月開始也被拍到上千個貨櫃 偷偷運往俄羅斯 甚至派遣武器專家到當地進行指導 數量更是驚人 一百萬發的砲彈是歐洲提供給烏克蘭的三倍之多 可讓戰事再延長兩個月 為了大量產出北韓目前所有軍工廠 加動率高達百分之百 要得除了錢還有軍事技術的升級 北韓向俄國要錢和技術 那麼賣武器給哈馬斯要的又是什麼呢 尤其外界推測北韓保有五百多架戰略無人機 官媒進來還大受空拍機技術 恐怕將投入軍事用途 北韓趁亂大發戰爭財 金正恩未來的計劃讓東北亞不寒而栗 三里新聞 雙部導